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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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說我覺得今天的素人你們應該會蠻期待的 因為我覺得它風格好像蠻多變 來看一下 很夏天 很清涼 非常清涼 很多照片都蠻擁抱陽光的 而且它妝容越簡單 但是穿著也越來越簡單 你是說它重點了 沒錯 它像它本身都是T恤他也會穿 很露的他也會穿 說不定可以嘗試個性感狂野 美派的那種感覺 有可能 是不是 嗨 從三里來了烈 膚色不均 額頭發黑 它真的很害羞 壓抑自己內心珍惜想法的女孩 你看起來好像跟照片上的風格 有一點點對 有一點點不太看起來好像蠻大膽的 就會想要嘗試不一樣的風格 它在照片上感覺是 黃野的獅子 對啊 可是為什麼看起來像小白兔 本人就是很害羞欸 所以你是一個 內想的人 我 算是吧 總會有人講自己海鮮嗎 對啊 而且你照片真的比較偏白 你是有美圖對不對 對 大家都每次笑笑一下嗎 對 還算誠實 所以你今天的穿著感覺也是 蠻清涼的 是平常都喜歡像這樣的風格 因為我其實一直都想要試試看 比較歐美一點的妝感 那就讓我們趕快進入今天的改造地畫吧 如果你想要畫出一個比較歐美的妝容 你其實在底妝的時候 就可以選用兩種色號的粉底液 去做調和 或是去做明暗的修飾 這樣可以打造一個更加立體的底妝 像如果說比較稠的話 它的遮瑕率會比較高一點 如果說你想要透亮 你就要選用比較水的粉底液 明亮色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打在T字部位 以及眼下三角底帶 不僅可以做到提亮的效果 還可以有修飾黑眼圈的效果 那再來是比較深色的粉底液 我們可以打在下二線 或是髮際線 甚至是鼻影 它可以打到一個更加深邃的底妝 粉底液的話 其實你只要著重在你 比較容易出油的地方做按壓就可以了 其實都是局部在 T字部位比較容易出油 或是它的樑頰比較容易出油的地方 比如說蠻空膚大 或是鼻翼兩側去做修飾 所以因為有觀察到Jenny 她其實會有挑眉的習慣 所以我都會特別提醒 她可以在畫眉毛的時候 要稍微把我們的眉頭往下壓 她也有說到 她比較不會去做漸層這件事情 但我都會建議 其實可以先從我們的眉峰 就是我們眉毛中間這一段 開始往後畫 接著再從眉峰往前去暈色 其實這樣子還蠻容易 就可以塑造出我們眉頭前 然後慢慢的顏色變深的 這樣子的立體感 那像我畫眼妝以前的話 我會需要先做黑眼圈的遮瑕嗎 很多女生為了想要遮黑眼圈 就會在眼下一直折粉底啊 粉餅這樣子一直押 但其實它很容易 會讓我們眼下的細紋都會浮現出來 其實它可以運用歐美妝感 那種微煙圈的感覺 去創造出就是 看起來這個黑眼圈 也是它眼妝的一部分 所以其實使用的顏色 大多都會是比較偏向中色系的 那油淺置身 範圍也從大到小 去增加眼睛的深繪度 最近它有提到它有大小眼的狀況 那也因為剛好想要幫它 打造成一個歐美妝感 那其實就非常的適合 用戴假睫毛這個方式 假睫毛戴上去我們的提眼機的部分 就會需要用更多的力量去支撐其它 它的雙影體的折響就會浮現出來 所以這時候在視覺上面 看起來它的眼睛 就可以比較均衡一些 那第一步的話 我是先用普通粉的顏色 去做臉部的陰影 讓它達到自然的效果 接著再用比較深紅色的部分 在我們顴骨下緣處畫一條線 這樣可以讓立體感更加有層次 接著我再透過腮紅的顏色 去做陰影的漸層 然後讓我的顴骨有點紅嫩膨嫩起來之後 再上一面那一張高光更顯得有層次感 像這一次歐美妝設計的話 越嚴重它本身比較完整 然後比較強烈 再加上高修容的部分 其實它頂著臉的重點就已經很多了 所以這時候其實在選橙色的時候 我會越接近它原本的橙色會越好 這樣子不僅不會搶走原本的其它的妝容的部分 而且也不會讓它整個人的妝容變得鮮老 歐美妝的話 他們其實會非常喜歡有一點厚層性感 所以這一次唇部的畫法 有在上圓跟下層圓 有做往外擴暈的部分 讓它的裙可以感覺更豐穩 更性感 根本就是國際巨星啊 火辣的紙爆標 狂野的女生 它真的很適合歐美妝 從小白兔變成狂野的性感野貌 康球 似乎四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